肖战凭借陈情令中帅气洒脱的微无限一绝圈粉无数 成功击身当红流量小生之列 走红后的肖战代言接到手软 近日肖战又拿下一款熬夜霜的代言 在品牌方发布广告片后 细心的网友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肖战把广告词里的一个字给读错了 在视频中肖战把酵母读成了酵母 而在字典中叫只有一个正确的发音 就是第四声叫 发现问题后品牌方迅速删掉了这条微博 但肖战依旧遭到了网友的强烈吐槽 毕竟肖战毕业于正经的本科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 还曾多次在采访中 炫耀自己普通话测试的水平 是一类甲等 现在却连酵母这个常见的词都读错 神通广大的吃瓜群众很快弄清了真相 从官方网站的查询结果来看 肖战的普通话测试等级为二级甲等 和肖战在采访中 自称的能够当主持人的一甲相去甚远 当初学霸人设立的飞起 这回却被自己的表现打脸了